孫安佐在泰國吸了大麻後 神智不清而擅自闖入民宅 做出一連串的失控行為 引發討論 而他在闖禍之後 31號晚上 他在IG上PO出現實動態 用黑底白字 寫下許多病症以及副作用 包括了吃退燒藥 副作用是嗜睡以及頭暈 吃消炎藥副作用 腹泻食慾不良等等 還寫下荒謬二字 最後更用紅色的文字來表達 荒謬的不只是醫生專家 更荒謬的是不去思考的受眾 疑似就是在間接表達 自己對這次風波曝光之後 引發討論批評的心情